骚动的事态 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 在比利时有发生一个爆炸案 恐怖分子当场炸死了30人 有300多人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主 我们知道在欧洲 在亚洲 在中东 这真是一个黑暗的事态 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比这个更迫切需要主的恩典 主 今天是普世的复活节 我们求主那个复活的大能 再次显明在教会领袖 还有弟兄姐妹的心中 我们何等的盼望主的大能 能够在我们的身心里面 今天我们要继续在祢的话语上 得到帮助 主 祢来带领我们 我们今天当中也有两位要受洗 主 祢也特别对他们说话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我们普世的复活节 那不只在我们教会 其实在全世界 各地这时候他们都热烈的 庆祝复活节 那我们晓得在世界上 所有的信仰里面 在所有的宗教里面 每年固定所有教会一起 庆祝复活节的 只有我们的信仰 全世界每一个宗教 都有它的教主 都有他们埋葬的地方 唯独我们的信仰 是空的坟墓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两千多年来 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谈到复活这个观念 复活 在我们一般人 人生经验里面 我们是很难去体会 很难去想象 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一直在查考罗马书 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作者 就是保罗 保罗他在一生里面 他有好几次 把他一生要做的工作 做很简单的描述 那我今天是根据 这个《尺徒行传》 第22章的3到21节 这段经文你可以回去以后 你自己看 保罗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呢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什么是法利赛人呢 法利赛人 我们不要一讲到法利赛人 就认为他是不好的人 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 法利赛人是 对圣西最熟悉 最敬虔的一群人 那他从小 他虽然生在土耳其 但是他非常的 对这种真理 对神话非常的渴慕 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想尽办法 让他能够到耶路撒冷 来学习律法 跟着一个当时最好的老师 他后来也成为一个拉比 所谓的拉比 就是一个圣经的老师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也非常聪明 也非常熟悉旧约经典的一个人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不只是知道 他还非常的热心侍奉 他常常要把他所 圣经上所学习的应用出来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但是呢 他的年龄跟耶稣差不多 那当他差不多耶稣升天的时候 他正好在耶路撒冷 那耶稣升天以后 突然有一批人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是要跟随耶稣 那跟随耶稣也就罢了 他们一直在传递一个观念 就是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那这个观念对犹太人来讲 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怎么会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 有很多的解释跟说明 那我们明白 在我们人的理性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也没有办法去接受 什么叫做死而复活 因此呢 他因为这样子 他就开始逼迫那些基督徒 特别是传耶稣从死里复活 传十字架福音的 那么对不起 用比较直的话 这些想法 这些观念 对法利塞人 对律法主义来讲 是要说stupid 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这么笨 笨到会相信说有死人会复活 所以他就觉得这些人很荒谬 没有读圣经 所以他就逼迫他们 认为他们圣经不明白 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 这个保罗 一开始叫扫罗 他非常的aggressive 他到处去抓这些基督徒 把他送到律法师那里 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保罗 他一开始是这样 他还不只是在耶路撒冷抓 后来有一些基督徒跑到叙利亚去 跑到今天的大马四格去 他还追过去 结果呢 我们知道他在大马四格的路上 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 就是他怎么样 看到复活的耶稣 我们知道 在大马社的路上以后 这一个复活的耶稣 正午当中向他显现 告诉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 你为什么逼迫我 耶稣向他显现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故事 就是他神 耶稣向他显密以后 他一下震惊从马上摔下来 就摔下来结果怎么样 眼睛就瞎了 瞎了三天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从小熟悉圣经律法 熟悉 结果他居然看到复活的耶稣 还对他说话 他就太震撼了 眼睛就瞎了 那他这三天想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当地那些受他逼迫的基督徒 没有说 好 你以前欺负我 这下你倒霉了 不是这样子 反而用爱心来接待他们 反而来帮助他 他所信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事 有人说他的眼睛瞎了 但是心眼却明亮了 他在这个瞎眼的当中 这些基督徒的生命 他们怎么样对待这个瞎子 这个以前逼迫他的这个人 他很感动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有人替他洗礼 洗完礼以后他眼睛就亮起来了 他就亮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扫活的故事 也因为他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在讲到 这个复活观念的时候 他就讲得非常的明确 他完全从他生命的经历里面 我们知道新约一共有几卷书 一共几卷 39多少 新约一共有27卷 对不对 旧约39卷 新约27卷 27卷里面有13卷 有一半都是保罗写的 换句话说 在保罗把整个基督教的 这个神学理论架构起来的 讲的量最多的人就是保罗 所以我为了要准备这个信旗 我去把保罗书记里面 所有保罗讲到 有关于复活的观念 复活的内容 我都大概做了一个整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一一讲 但是我可以这样讲 所有有关于复活的观念 最清楚的人就是保罗 讲述最明白的人就是保罗 将来我们再往后查考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地来提 重要的是他 他见到复活的耶稣以后 他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改变 他调整他的人生的方向 他从此跟着这些耶稣的门徒 常常在一起 最重要的他生命开始改变 那耶稣特别感动他 说你既然有这样的经历 从此以后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要把传福音 给外邦的人的责任交给你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很多的地方 都说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 保罗在很多的地方 都密制要把福音传到没有人的地方 因为他觉得这个福音太宝贝 这个福音太伟大 所以他非这样做不可 所以他就开始传福音 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他后来从安提阿教会 原来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 他就开始受拆派 几次出去步道旅行 在使徒行转里面告诉我们至少三次 那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里 如果没有读历史 你搞不太清楚 这三次的旅行 后来以至于他一生当中所做的 前后跨越了将近有二十年左右 甚至有到三十年 他们从三十几岁一次到他过世 他没有一天不传福音 Why 这人是头脑有问题吗 不 因为他看到复活的耶稣 他知道复活主的生命在他里面 他不得不这样子做 这就是保罗很简单的故事 我们在使徒行转里面看到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 他怎么样子靠着 他所领受的这个使命 他怎么样子靠着复活的耶稣 不断地写信给这些教会 兼顾这些教会 建立了一个当时非常大的一群教会 那在前几个礼拜我有提到 他后来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说 这个罗马帝国以东的地方 我都传遍了 没有地方可以传了 所以他写信给罗马说 我可不可以到你们那边去 各位凭着他一个人的力量 或者一群同工的力量 但是其实是靠着复活大能的力量 各位我们要想象一下 两千多年前 罗马帝国军队都在逼迫他们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飞机 我们看到他传福音全部都是靠什么 靠什么 靠什么走的 你要是有去过中东 你要去过以色列 你就知道这个那样 船没有走的 他就这样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一个地方去 终于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这是保罗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 复活的大能一直跟着他 好 今天隔了两千多年 我们继续从前几个礼拜 一直来看罗马书 罗马书讲到了第四章 第五章 他终于开始提到 有关于复活的事情 我们知道前几个礼拜 我们有提到 他告诉我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罪 但是我们光是有罪还不够 他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里面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 很重要 他说 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 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 我再念一次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交付了 是为了我们称义复活了 这句话把它翻成白号 还是这样子 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件事情 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 因为人有罪是需要被对付清楚的 人有罪是需要出去的 一个人生命里面如果罪没有对付 他没有办法有新的开始 但是不只是罪处理完 处理完就算了 这样不够 还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 来带领他做成圣的道路 所以在罗马书的内容里面 他讨论来讨论去 他最后下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为了我们的罪而来 刚才诗班所唱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就来处理我们罪的问题 耶稣这个名字 原来的意思就是 把人从罪恶里带出来的意思 这是我们大家都所熟悉的 但是光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还不够 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耶稣在十字架上 有很有名的死架七言 上礼拜还是受难周 耶稣在十字架上七言 最后一句是 It is 什么 finish 翻成中文叫做成了 他为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 已经洗尽了 已经成了 如果你翻译错误的话 你的英文比较不好 你把它翻成完了 It is finished 完了 就好像 这个耶稣他一生 三十几年白忙了一场 结果搞了半天 他最后被定四十几架 他要死几人说 GN 不是 不是GN 是It is finished 我已经完成了 神的救赎计划 我已经完成了 神在我一生的计划 我已经成了 It is finished 但是不是成了就停在这里 如果只是这样子 那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 又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的主 照他的应许 从实力怎么样 复活了 为什么要复活 为了要给我们印证 我们要过着成圣 称义的生活 这个英文叫做 Justification 好 这个是第四章二十五节 第六章四节到五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提出来的观念 就是说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我们今天当中有两位要洗礼 感谢主 因为我们是用点水礼 那在早期有很多的宗派 他们洗礼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什么 敬礼 就是整个人要merge到水里面 他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你的老我必须要完全死去 我们过去的罪恶 必须要被埋葬 保罗用了这个观念 所以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 就是和耶稣一同埋葬 耶稣也一样死 被埋葬 也象征着我们的罪 被对付以后 需要完全地埋葬 不只是埋葬 而且要活过来 在复活节以后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不是只是只是死 埋葬 还要怎么样 复活 复活节更大的意义是提醒我们 要过着一个复活 有大能的生命 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 彰显了神的计划 这是一个很奥妙 很旧约的应许 也是耶稣所做的 第六章第五节 我要请大家一起念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观念 我们比较没有 我们一起来念 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不是只是只有死 你还要活 你还要活 所以有人说 其实基督教的信仰 只有四个字 很简单 叫做什么 死去活来 你用四个字就讲完了 整个的信仰就是死去 我们的一生 我们都要不断地学习死去 我们生命当中 有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要不断地脱去 不断地死去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 我这个脾气不好 必须要死去 今年发脾气十次 明年发九次 三次 两次 这个生命 不合神心意的生命 必须要死去 还要埋葬 我把他 刚才那几节经文 翻成白话文 耶稣来 就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英文是since 所有的一切的罪恶 一切不讨神喜悦的 都要死去 这一段话 特别对我们今天要受洗的 弟兄姐妹说 包括我自己在内 生命当中 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污秽 败坏 嫉妒 愤怒 懒惰 随便等等的 不合神心意的 这些都需要死去 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 主来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重罪一直死去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 舍己 也可以说就要定死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要常常看到有一些 我们不合神心意的生命 我们需要死去 缺乏信心 软弱 马虎 随便 跟外方人一样 这些都要死去 耶稣来 就是为我们的过犯而来 实际上的保血 就是要洗尽我们一切的污秽 第二个观念 耶稣也是为了我们的称义而复活 不是只有死 还要怎么样 过着荣耀的生活 过着成圣的生活 英文也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正义 所以第一个 为我们的信而来 第二个 也为我们的正义而来 换句话说 不要只是只有死 没有复活 你光是只有死 没有复活 那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完全的 是不够的 那我以前蛮喜欢一个笑话 就是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在比赛 那第一个小朋友说 我最近会游泳 我可以一下子在水里面潜一分钟 就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我爸爸 他可以在水里一次潜五分钟 第三个小朋友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爸爸十年前潜到水里 到现在都还没有起来 这当然是个笑话 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死去的 对不起 我用这个形容词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像是那个僵尸 老我被埋葬了 结果又起来了 埋葬了又起来了 僵尸 我们必须要死去 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尽我们的一去的污秘 必须要死去 第二个 也必须要活 活起来 那个洗礼 我们进到水里面 老我死去 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 也象征着一个新生的开始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刚才的经文里面 我们若在他的死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联合 United Sin Justification United 如果今天我讲的东西你都忘了 这三个单字 保罗的这三个单字 你要记得 Sin是需要被对付的 Justification 需要被建造的 跟主的United 跟主的合一 我们才有能力 来走出人生性的道理 弟兄姐妹 原谅我这样讲 在我一生当牧师的经历里面 有很多人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死过 没有真正的死过 表面上说他是基督 其实他是没有死过 第二个 他也没有真正的活过 因为他没有死 就不会有生 弟兄姐妹 我知道有很多 很多朋友 他不能信主的原因 就是他不觉得他有罪 他不觉得他有问题 我的问题都是人家的问题 我的痛苦都是我父母造成的 我今天会被人家都是谁都是 跟我怎么样 有点关系 但是我不需要负责任 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 任何不合神心意的 都要对付 都要死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Our sin Gott of be the words 第二个 我们的生命 必须要重新站立起来 必须要立志说 我以前这样子不行 好 求主帮助我 我今天开始 不但不乱发脾气 而且要说好话 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些话 我从此不说 但是有一些祝福的话 有一些恩赐的话 有一些怜悯的话 我从此要常常说 一方面 对付救友 这就是在保罗 在另外一地方 就是要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就是指这个意思 但是这样还不够 还需要跟主的生命连结 你如果没有跟主的生命连结 我们坐一坐怎么样 很容易就泄气了 很容易就没有油了 我们就像手机一样 跑一跑 不插电就没电了 还要跟主生命不断地连结 你才有办法一次 两次三次持续地往前走 所以各位 你看保罗他讲的东西 是不是很重要 鼓励大家复活节的时候 要想到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罪必须要死 我们生命必须要 我们生命必须要 继续不断地往前行 所以当保罗 你如果有这个观念以后 你才会知道保罗 为什么在加拉太书 第二章二十节说 这节经文太重要了 我们一起来念 请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再念一次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我 不好的已经跟耶稣 一起同定十字架 也埋葬了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前一段时间 我看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他有一篇文章 我印象很深 他说 现在活的我不是我的我 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现在活着我不是我的我 你有听清楚他在讲什么吗 其实他的信仰 他的这个说法 就是从这个观念来的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加上这句更好 你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 我活的不一样 这是保罗整个神学的中心 也是复活节的时候 给大家再次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在看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很多人信主很多年 这么多年 你的复活的生命表现 我看到一位神学家讲 有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怎么样 一个怎么样的生命 得胜的生命 弟兄姐妹 当耶稣他复活以后 那些门徒看到他以后 非常的高兴 你仔细看四福音里面 每一个人看到耶稣生命 复活以后 他非常的高兴 耶 耶稣复活了 当他复活以后 他就会怎么样子 喜乐 他得胜了嘛 他就得胜了嘛 所以他们 你看那个约翰 约翰义书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说 他们就看到复活的耶稣 就大大的喜乐 所以保罗说 所以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得胜的生命 是一个喜乐的生命 我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人在愁苦当中 我不是说 我们这样讲完 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不 弟兄姐妹 复活的生命 对基督徒的观念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我一生当中 我也有很多的跌倒 也有很多的失望 但是我自己 总是会用一首歌 来激励我自己 那个歌就叫做 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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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得胜 得胜 哈利路亚 得胜 得胜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得胜 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 唱唱唱唱的歌 在任何的光景里面 在任何的痛苦 愁烦里面 你必然得胜 去年一年 我自己主持了十二个葬礼 包括我母亲的 虽然心里也很伤心 虽然有一些人离开我们 但是我们内心所相信的 是一个复活的主 耶稣说得很清楚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死了 也必怎么样 复活 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弟兄姐妹 十字架是复活的记号 所以一个有复活的生命 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就好像我们打那个 我们看那个足球 哇 一开始 你一直输一只输 一只输一只输 哇 输到最后 突然怎么样 反败为胜 哇 一只赢 一只赢 一直赢到最后 你快要赢了 你知道你一定赢了 哇 后来本来赢了 耶 我赢了 你当然很高兴 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 耶稣跟他的一生 讲了这么多话 最后他被钉死 结果他三天以后真的复活了 所以耶稣的那些门徒 他的喜乐是从心里面 不断涌出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生命 你是没有盼望的 当一个人他没有胜利的盼望 他过的人生就不一样 有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东西在你生命里面 有一天他必然得胜 得胜必带来喜乐 喜乐盼望 也带给我们完全的盼望 所以今天复活节 你只需要记住这三个字 十字架所代表的是 Victory 十字架所代表的是 Joy 复活节所代表的是 Hope 请问你的信仰是这样的信仰吗 各位这是什么花 这叫做复活之花 这个花每年冬天的时候 全部都死掉了 但是当春天的露水 当温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开花 耶稣复活的时候 这个花到处都是 因为它像是一个喇叭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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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耶稣复活了 遍地都歌颂主的名 所以人家很喜欢用 这个复活来当作复活 我自己讲 我的师母 我第一个师母 在多人多过世的时候 我跟她讨论 我们所有的花都是用历历 虽然人生有很多的痛苦 但是有一天我们必然得胜 必然得胜 不要像这样 不是啊 这个有一天可以开花了 不要像这样 复活的话刚才很小 叫它得胜一点点 对你的人生盼望 就这样一点点 你没有复活的盼望 你没有得胜了 你怎么会喜乐呢 你必然要清楚 有一天我们必然得胜 你们要一起说 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 必然得胜 那你的基督徒才有意思 否则你跟世人 还有什么差别 所以保罗说 你若没有复活的盼望 你连世人都不足 你所信的就是枉然 一种人叫做 useless 你若你的信 没有一个盼望 没有一个得胜的盼望 那你信这个基督教 要干嘛 你跟世人一样 也许生命当中有一些让我们痛苦失望难过的地方 复活节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仰是得胜的信仰 我们当中等一下有两位要洗礼 洗礼象征着得胜 胜过我们一切的死亡 象征我们充满了喜乐 也充满了盼望 像明年你在看到Lily的时候 信仰变成这一朵 对不起不应该骂她 她其实也会开 但是这是你的信仰 好不好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在主面前 如果你的信仰不是得胜的信仰 你这时候有一件事情你很失望 你不要失望 主他必然得胜 如果你开心不起来 你要悔改 因为主有一天要把喜乐吃下 当你对一些事情你很失望 但是你不要绝望 有一天主必然示下恩典 感谢主 赞美主 主还是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 我求你今天把复活的盼望 复活的喜乐 最后的得胜 再一次放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那是靠着主 要带领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 repent our sins Let us join the justification from the Christ And also united with the Christ The Holy Spirit 我们再一次跟主生命能够联合 今天每一个离开这里的人 都带着极大的盼望 极大的喜乐 因为主 你必然在一切的事情上得胜 也求你安慰安慰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快要失望的 对自己老我 对一些事情 对你身边的人很失望的 你不要担忧 你也不要害怕 主是一个得胜的主 你只要专心祈求 时候到主必成就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名 Amen